继上次印尼男子用5年自拍做NFT出售 于OpenZear平台上获得约732万港元后 这次又有28岁新加坡靓女网红将自己各种美照 加工为Ire in DAO的NFT出售 一周内已经成功累计超过5100万港元的交易额 至今的美宗交易平均价格较原价大升超2.7倍 这个系列的NFT风格迥异 有身穿普通便服 有身穿长裙 有身穿运动服 但大多都性感自信 令人赏心悦目 据悉 截至19日上午11时序 该系列的NFT系列至今已经累积约2100个ETH以太币 Galaxy Digital首席执行官Mike Novogratz 在推特上表示他也买入了其NFT 由者Ire in DAO本人原本从事与矿业金融商品等职业 这去年底转行投身区块链产业 网红也只是兼职而已 未成跨链金融应用的开放式平台Konomi Network的市场总监 关于此NFT Ire in Zhao在推特中提到 她本人并不会直接从中获益 因所有利润将会拨入社群 这全都是为了人们 有网民评论 这个NFT能炒起来还是有原因的 女主角颜值高是第一 第二它是推特长时间的大V 已积累不少圈内流量 第三 该NFT的文案能显示出 Ire in Zhao是Crypto老手 再有就是蹭了早前印尼小哥NFT的流量 多重因素综合后就火了 但也止过了风头后 目前价格也跌了 不少人都在亏本转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